早上兔兔泥注入力量 兔兔粉脸红的时候就翻面 最近呢我首约不知道为什么刷到了好多美食视频 可能是连B站他都看不下去 我作为一个精致的独具妙的女子 还要天天在家点外卖了吧 所以我今天觉醒了 我决定学着美食博主给自己做一顿饭 以表决心 那我们出门啦 是不是要等水开了之后才能够 嗯没有直接放进去沾 等一下这个锅盖可能盖不上 你就不能放在这个里面了 哈哈哈哈 在等待土豆的时间里 我们来切我们要加的料 好吗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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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火弯弯炸 为什么我觉得看起来有点不太妙 这是土豆饼啊 土豆饼哪是用油性的 它是放一点点然后炸的呀 炸的不都是要用很多油的吗 好可怕 这个我吃 你一个我一个 这是我今天做的土豆饼 翻车了 但是没关系 我还有我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做给你吃 因为我不会做饭 所以我家还是放了很多 速冻食品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思念的蟹黄包 还有两种口味我都买了 最近嘛又到了螃蟹最肥的季节 本来呢是为了解解馋 所以才买了这个蟹黄包 但是这个它真的超级好吃 所以我就又囤了两盒 它的包装呢是这种龙纹图案的 看起来就很大气 而且送长辈也很合适 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自带这个蒸笼的纸 我们做的时候就把这个蒸笼纸垫在包子下面 然后放上去蒸就可以了 等待了15分钟呢终于可以吃了 外面天都黑了 我们折腾了一个下午 就搞人的一坨东西 然后它做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思念这个牌子呢大家肯定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这次它被出的这个蟹黄包呢 真的是超出我预期的好吃 一口下去之后呢真的是皮薄馅多 一点都不像是速冻食品 它这个里面就是蟹黄超级多 完全不输外面买的蟹黄包 而且它只要88一盒 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你们看它这个皮就是超级薄的 虽然很薄但吃起来又很韧 口感特别的好 然后我平时吃小龙包的话是喜欢蘸醋吃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款不蘸醋吃反而更加的鲜美 因为它一口咬下去之后 它里面的汤汁特别的丰厚 特别的鲜美 蘸醋吃的话呢反而品尝不出它独有的鲜甜的口味了 虽然说呢它是小龙包 但是它这个个头我每次吃四个也就差不多了 里面馅料超级足 一口下去呢全是蟹黄跟肉馅超满足的 我吃的好饱啊 看来我又学会做菜的道路还很长呢 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各位不会做饭的阿宅们送个小福利吧 蟹黄包两种口味一样一盒送给你们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吃 呃再见吧 记得点赞三连